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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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千鳥 上一次講了MARK1的簡單應用 但是這麼高級的東西拿來點燈 感覺挺浪費的 這次就拿來點工業上的應用吧 能發展到核能科技應該都有一定的水平了 高級的機器不少地方都會用到鋼作為原料 我非常喜歡自動化 所以我弄了一台自動的煉鋼機器 純ICR實在是有點難設計 這台並不是這麼的完美 如果大家要抄的話 物品傳送的部分 建議還是改用相關的管道模組來進行 會比較少的問題 這裡的煉鋼我才用 從原鐵礦開始 先進行磨粉 然後清洗 熱淚新最大化鐵礦的產量之後 再進高爐收成鋼 來整理一下會用到哪些的機器 磨粉機 原料 鐵礦 成品 兩個粉碎鐵礦 容許功率32EU每T 可 消耗2EU每T 可 礦物清洗原料 粉碎鐵礦 水 成品 純淨的粉碎鐵礦 小粗鐵粉乘2 石粉 容許功率32EU每T 可 消耗功率16EU每T 可 要用水 所以有個抽水機 容許功率32EU每T 可 消耗功率2EU每T 可 熱淚新原料 純淨的粉碎鐵礦 成品 鐵粉 小搓金粉 容許功率128EU每T 可 消耗功率48EU每T 可 高度原料 鐵粉 壓縮空氣罐 成品 空罐 鋼 爐渣 容許功率20HU每T 可 消耗功率1HU每T 可 這裡是使用熱能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台電能轉熱能的機器 20HU每T 可 消耗功率21EU每T 可 再來用來產生壓縮空氣罐的壓縮機 原料 空罐 成品 壓縮空氣罐 容許功率32EU每T 可 消耗功率2EU每T 可 這邊我在設計的時候犯了一個蠢 應該要用消耗功率來設計電源 我卻算成容許功率 所以上一集才會說 276EU每T 可 但實際上運轉卻沒有吃這麼多電 只吃了90EU每T 可 難怪上次會覺得高到嚇死人 可是要我再生一個例子好像也頗困難的 現在手上我也沒有其他這麼高耗電的機器了 所以...反正就是個範例嘛 就請大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現的 用容許功率去試看下去吧 記得自己在做的時候 不需要這麼高的功率喔 在我們看核能反應堆之前 來大概解釋一下 這台機器的運作方式 首先這台機器是要從這裡開始的 丟入一個鐵框之後 會開始磨粉 磨好之後 使用這個自動輸出元件 把它送到下方 泡霧清洗機這裡來 兩個粉碎鐵框進來之後 它就會開始洗 這裡的水來自於旁邊這台沖水機 抽水機接上墊之後 這裡有無限的水源 它就會把水抽進抽水機裡面 放上流體輸出升級元件 輸出向第一個有效方向 就是上面的流體分配機 這個流體分配機相當於一個水管一樣 這個水管有一個入口 其他五面都是出口 出口進入到礦物清洗機之後 提供水源把礦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優先輸出到南方 如果不行的話就輸出到下方 輸出到下方的東西 經過這個物品暫存箱 有點像是物品管道的東西 再自動輸出到南方 進入電力分類機進行分類 把小撮鐵粉跟石粉 放進這個成品箱 其實小撮鐵粉還可以再重新做 合成之後變成鐵粉再使用 但是這邊我就先不搞這麼複雜了 乾淨的粉碎鐵礦進到熱離心機之後 熱離心機會開始慢慢的加熱 加熱滿了之後就會開始對它離心 離心完之後優先先輸出到南方 再輸出到下方 能夠輸出到南方的只有鐵粉而已 因為高露只能接受鐵粉來煉鋼 那不難輸出到南方的就會輸出到下方 進到電力分配機裡面 分配到這裡來 小撮的金粉 那這個高爐開始做煉鋼的動作 高爐是由這個電力發熱機 裝上兩個線圈 產生20HU的熱量 這個需要花很長一段時間 加熱完之後才可以開始工作 因為這裡兩台機器 熱離心機跟高爐都有這個加熱完 才能開始工作的特性 加熱的時間都是要耗能的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在做的時候 最好一次累積比較大的一個量 一次運作會比較節省能源一點 再等的時間我們來看一下 電力分配機的設定好了 電力分配機這邊 設定往南輸送鐵粉 往上輸送龍渣 熱龍渣還可以進熱離心做一些處理 所以我們就讓它再進去處理 其他就是往東輸送到成冰箱 是還蠻簡單的一個運作方式 好 高爐開始運作了 好啦 終於快要完成啦 滑手機 滑手機等了好久啊 完成之後的成品會優先送至北方 然後再送至南方 北方什麼呢 北方就是熱離心機 我們在這裡處理 剁出來的龍渣 鋼是不會跑進去的 那送往南方是送什麼呢 鐵粉做成的鋼 不不不 送往南方是送空氣罐 用光之後的空氣罐 這個送往南方 過來空氣壓縮機這邊 可以壓成新的空氣單元罐 空氣單元罐再送往北方 也就是回送回來 給這邊使用 所以必須要備有大概 兩到三組 布滿三組的這個 空的流體單元罐 這樣才能夠保持這邊空氣正常的流通 那成品的鋼跑去哪了呢 成品的鋼就要依靠下面這個 精簡物品戰存箱 這裡用到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自動輸入元件 自動從上方輸入 因為高爐只提供兩個升級空間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另外一台機器 來拉它 自動從上方輸入什麼呢 上方輸入當然就是鋼啦 輸入的鋼會自動輸出到 第一個任何的有效方向 自然鋼是沒有辦法回送到高爐裡面的 所以呢 就會被送到電力分類機來 電力分類機之後就會把它 進到儲物箱 所有多元東西都會在這裡 那 這個送往南方的原因是 速度的差異會導致 這邊塞滿滿的鐵粉 滿滿的鐵粉之後 它沒有辦法送往南方 就會往下送 往下送來到這裡的時候 還是要讓它想辦法 回到那個高爐裡面去鏈製 所以我們要將它送往南方 送往南方之後來到這裡 往任何一個有效方向 如果鐵粉就可以進到這裡來 所以呢 一次放一組進去的情況下 最後這邊就會累積了一些鐵粉 然後慢慢等高爐消耗掉之後 才把鐵粉一個一個處理完 最後把整組都煉成鋼 然後這樣 這就是我們的鐵缸機器整個運作的過程 再來說說後面配電的部分 我們這個牆後就是核能發電機 再提醒一下 這個距離是不合格的 為了安全請像那邊一樣 把整個核電廠圈圍起來 然後直接一條電線到外面 然後直接一條電線到外面 從核電進入到這個電箱 MF1电箱 然后输出给中压变压器 输入512降压成128 供给热离心机低压的变压器 两个 从128降到32 32输出给剩下的电力发热机 压缩机 磨缩机 矿物清洗机 还有抽水机 和这个电力分类机 所有都是靠32的电 接下来就是算数学的时间了 我们的目标是用产电的需求功率 去求出摆法跟组数 复习一下N等于燃料棒上下左右 有几个是有燃料棒的 再来我们产出能量的公式 1.5CP C就是使用极连的燃料棒 P就是产出的倍率 1根据我们之前所算的需求 276 就可以推导出 就可以推导出CP等于55.2 那根据我们上一集已经得知啊 单管的时候功率的极限是135 所以一定达不到这个需求 那我们就来试试二连的好了 如果C等于2的情况下 整个反应堆的P 就会是27.6 那我们设X为有几格燃料棒 这时候总Pg除以X 就会变成每一格燃料棒的P 等于公式1加C除以2加N 先试试看 如果一个一个摆的情况下会怎么样 N等于0 得到X等于14 这边无条件净位取诊数 代表着 我们必须要有14个二连的燃料棒 单独放置 才可以超过我们的能量需求 那这样的情况下 每一个燃料棒产热H 会等于2CP 乘P加1 等于2乘2乘2乘2加1 等于24 在擦掉之前 如果你觉得跟不上的话 可以按一下暂停 好好思考一下 那我们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 看要怎么散热 根据刚刚的计算结果 我们现在设计的目标是 14个单独摆放的 二连燃料棒 那么每一个产热都是24 可以分成4个基本风扇来移除 或者是由两个 进阶的风扇来移除 打开模拟器 先把4个基本风扇的模式摆上去 尽可能的摆 摆了6组 再来看起来还剩蛮多空间的 就把一些进阶风扇的也塞上去 塞到不能够再塞了 只能够放11个 按下模拟 总共220U每TIC 达不到我们的需求 嗯... 那如果都放进阶风扇的呢? 尝试了蛮久 这是我能想到最紧密的摆法了 可惜还是差一点 只能放到3个 260EU每TIC 如果有人能够想到办法补正一个的话 就能够达标了 就目前看起来我们一个一个放置的方法 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需求的 接下来就来试试看 如果两个冰牌放的话呢 前面的条件都没有变 就只有算到N这边的时候 两个冰牌N变成1 得出X等于10 也就是两两摆在一起的二连燃料棒 总共5组 套入产热公式 P等于3 产热H等于2CP P加1等于48 是不是有人想到4个进阶风扇啊 答案是不行的 因为隔壁放了燃料棒 只有3格可以散热 每格至少要负担18 唯一能够的就是 每一台降20的超频风扇了 设计好了 我们就去摆一摆看吧 现在手上已经拿好2连跟超频了 这个我觉得还比前面的简单 对不对 形状单纯 开电测试没有问题 60也没有累积热量 再来就把剩下的也都摆一摆 这样4组 中间还可以塞一组 好 开啰 300 跟我们预估的是一样的 也没有任何热量累积 看起来风扇也很安全 成功啦 这样我们就拿到这次的设计目标了 也获得到这样一个配置 就是60U每TIC的经验法则 可是这样就最高了吗 有没有可能再更多呢 要更多的话就要想办法怎么样节省空间 先留给大家去想想 我们下一集再来把Mark 1的功率推到极限 那这集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记得在下面帮忙按赞留言分享 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 还有FB粉丝团跟LINE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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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